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影响例如 整天三个半夜电话响 例如我家一家一家吃饭 打打球突然就走了 我发现要跟他们说话 很困难因为他们在天井上很高 于是我的琴高 现场就立刻帮我戒了 我当时本来穿着高跟鞋 把这些下纹扔在一边 扔到很高 拿着一件长衫扔高 来跟他们聊天 现场有消防 但他们对消防很反感 我们警戒人员 男性对他们也很反感 因为他们跟校方是因为男同学的争执 是引起的 我们女性就比较触角敏锐一些 感情厉害一些 所以我们感性强一些的时候 我们去现场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代入 起一头移入 还有我们女性就比较温柔一些 星星可以 或者女性在爱情的经验 比较男性更加敏感 变成分析一些情感的观点 或者投入感 会容易令对象信服 在这方面 譬如我处理过一些爱情的案件 就发觉是很成功 1994年我处理过一个案件 就是跟一个同性恋的女性有关 她在同性恋的角色里面 就是扮演男性的角色 她女朋友之前已经和她一起 是决定了大家一起去自杀 那女性就已经割墨 自杀要死 刚刚就被救护人员送去医院 那时候逼着自己 就要假扮做一个 对同性恋好认识的人 因为我知道她真的喜欢喝酒 而且她不开心的时候就会喝酒 那时候是cash到她的 mood 就是她不开心 于是找人拿着杯 然后就说 我和你喝酒 那我就递一杯给她 递给她的时候 消防员就捉住她 捉住她 但因为那女性都挺健碩 她就挣扎得很重要 那当时除了在她楼上的消防员 捉住她两只手之外 楼下那层的消防员 也要捉住她两只脚 那当时的画面就很可怕 即是一个人半空中 在大厦的外层悬挂住 但在过程中 另外一件事我觉得 都挺难过的 就是因为我和她聊天的时候 有个中年的女士在浪衣 单位在外面浪衣 她只是站在我旁边 后来我知道 原来那个女士 就是那个女生的母亲 我觉得很奇怪 你的女儿在外面 有这样的问题 这么危急 我们这么多 和她不懂的人 在关心她和她聊天 但她母亲 若无其事地在浪衣 即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我们全部人都是帮你的 我都有对女儿 和你女儿一样的年纪 我都是一个爸爸 你是你女儿的妈妈 你第一件事 是不能吓死你女儿 我又帮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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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性的角度去看 找出她为什么要自杀 还有要让她有宣洩的权利 艾琪 你说什么事这么激气 这什么事偏心 这什么事怎么偏心 这什么事怎么偏心 这些男孩 这孩子吃烟 他们又不捉 这些女孩又不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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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听我们出口 那你们有没有吃烟 我们不可以给一些 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下去 我们不可以说大话 因为如果我们说一个大话 然后被她发现到 我们之前赚回来的信任 就没有了 我都一定要把这个 subject person 一个自杀的人 带回事实那里 如果她不面对事实 她这次不死 下次都会自杀 所以我们的信念 是不说大话 但是我们可以 一些很特别的方法 辨证出来 沟通出来 做一个比较 可能听的人就会舒服很多 也可以带到她 回到现实的环境里面 而不会这么狂妄 死还是不死 阿长这个都是事尊 阿伯现在怎样 你放心 你先冷静一下 她有没有其他亲戚在香港 她有一个姐姐 在哪里 在那里 姐姐很好的 在哪里 在大陆 她和姐姐很好的 冷静一下 她有没有病 阿伯 我也没有听到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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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留言说 她原来很疼去女 另外就是 她的姐姐 拿去心情证 会几天之后 会来香港 这个还行 好东西 谢谢 我主要的工作 就是在 刘特强的后面 就是给一些 资料性的资料 给刘特强 还有 冷静地 分析阿冯 当时的情绪是怎样 譬如阿冯的情绪是很高的时候 我们就 告诉刘特强 叫他尽量 给他修回 将阿冯的情绪 是减低 如果有需要的时间 我也都会在 刘特强的旁边 是写一些字给他看 给他资料 让他可以 和阿冯 是对话的 就是这个 是一个英武的效应 因为谈判专家 很多时候 就是比较 代入了这个情况 很多时候 就需要我们 冷静地 提醒 谈判的小组的人员 是怎样去应对的 你听不听到 这个女儿想喝水啊? 你放下把刀 你让女儿出去 我们不会拿走你的女儿的 你要见女儿 我们给你女儿的 妹妹 准备她 出来 妹妹 好了 出来 好了 好了 你 不要亂來 那你是不是要死 你來照顧我的女兒 我就可以死了 為什麼可以死 你父母一早死 我們問到了 你姐姐都快下來 你姐姐下來香港不見你 不見你女兒那怎麼辦 在這個時間阿鳳只有一個死的理念 就是她老公對她不好 但是我們會告訴她 很多原因 她可以繼續生存 譬如她女兒的未來 她姨媽會很疼她 她姐姐快下來 跟她團聚了 另外呢 除了她老公離開她之後 其實還有很多方法去出路 譬如社會福利署可以幫她 或者我們可以告她的丈夫去虐待她 在這個時間阿鳳 把所有的資料去分析之後 她也做了一個名著的抉擇 就是回到一個危險的地方 在這個時間 我們也完成了我們的任務 就是幫這個女事主 賺回她應得的時間 慢慢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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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再讓她 找她 快點 要不再讓她 寶寶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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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鳳 你伯伯做些傻事 沒意義的 Data 下來吧 我扶你下來 好不好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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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男朋友 扶他下去 我找兩個人 讓我扶他 我們接觸的個案裡 有些人真的在人生中 沒有朋友 未曾有宣洩的機會 一個談判人員 可能是給他一個很好的宣洩對象 當聽完他講 加上很基本的輔導 他就會打消自己自殺的想法 走回來 而不需要用自殺這個方法解決問題 在這些暴力事件裡 作為一個談判人員 最高的警戒 當然最好講服他回來了 就不需要用到武力 是將他拉回來了 因為我們拉得他一次 就拉不到第二次 也是將我們以上所推銷的東西 賣掉給他之後 如果將來這個事主 遇到這樣的情形 他都可以自己拿出來 再思考一下 其實可能在那個時間 都不需要我們再次出動